周氏錦朗 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事況 我是周中俊昌 中海油果然 上星期提了大家 又股又價 小心回調 中海油果然三連陰 星期四跌到今日 另外中石油 更恐怖 稍後會和大家分析 人仔7.3 恆指萬八點 這似乎是最近 股市維穩的水平 還要說 阿里巴巴 之前一直說 還有上星軌的主要大型科技股 今日終於跌破了 接下來周世會是怎樣呢 昨晚美國也OK 雖然憧憬 這個議息可能會有插幅波動 但最後收市 道指有87點 納指有156點 即是超過1%的升幅 恆指今早 其實也不太差 看見低開之後 反覆向好 中午收報18,098點 升兩點 成交了一點 456億左右 北水淨買入有25億 昨天北水估得很狠 今天差不多的點位 又開始賣貨 所以我自己覺得 北水到最近的市況 未必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指標 有什麼板塊上升呢 見到今天新能源汽車 都是開市之後開始拉升 主要應該是受Tesla 即是股價上升的大動 另外,豪島股板塊 也做得不錯 有石油股 煤炭股 還有旅遊板塊 我記得 上個星期也有提醒大家 可能 旅遊股要匯調 果然 這個星期 是走低的 我要認一下厲害的就是中海油 上個星期四提醒大家 星期五沒有市 一二三三支陰燭 果然是回調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上個星期四的影片 因為當時提到 其實油價去到87元 鬆一點這些位置 累計的升幅和庫存比例 已經達到歷史的目標高位 所以 當然 如果按照這個結論 就不是馬上跌 但是 要再追 的話 其實短期 說短期 會有些壓力 那麼 中海油就跌得更加恐怖 今天 見到中五收市跌超過4% 我想油股的集體回落 我想市場開始預期 油價未必再是 即是去到90元關口之前 其實再上升的空間不是那麼大 所以相關炒作 就緩和了下來 有些獲利回吐的跡象 看到資金流 其實過去幾個假日 中石油 雖然股價 即是有個列頭跳上來再拉升 但其實資金是在走 主力大彈 說回指數 指數最近 詳細細節維穩 我想大家看節目說了很多 不過 我想重點提一提 指數去到18000點 是一個 最近維穩的關口 你看到18000點跌穿了 那些買盤開始出回來 有些口述、消息都開始出回來 但是 我想到今天 都不是很彈 或者彈的力度不是很足夠 會不會 始終 都是 第一 我相信還有大焦尾出的 好看那個調控 或者那個 維穩的力度 是想去到多大 但是 如果 現在來計 我 應該在之前 周氏錦囊 和下周展望 都有跟大家提及過 估計上落空間 可能就是17600 即是之前的低位 去到18500 這1000點 即是在這個星期 鬆一點 應該會在這個區間上落的機會大一點 換句話說 其實基本上 圍繞著18000點 而另外 除了港股之外 上正也走出類似的走勢 大家記得 上上過 之前的一個星期一 即是八月底的時候 一下子 列口彈了上來 大家都衝勁 救市真是來了 誰知道一支大陰燭沽了下去 到現在 其實這兩個星期 的走勢 甚至到今天 都仍是 within這個range 即是上正綜合指數 3220點 去到下方 大概是 3070點 這些位 仍是在這個range上落的 而見到 最近圍繞著的 就是3100點 3100點 上落 這裡 所以 簡單來說 現在市場 已經沒有了太多自身的話題 主題和動力 反而 將精力集中在中央政策 即是港股 A股 另外匯率也很明顯 看到人民幣 昨天 一下子又出口術 又破了頂的 7.36多 一下子 跌穿 到7.3 以下 不過 人民幣沒有再進一步轉強 即是人民幣的話 如果看回之前 每一次的大跌 可能出口術也好 各種的維穩 其實回調幅度也不是很大 可能是0.15 0.11 這些維穩 即是1.5至2% 如果套用今次來計算 可能更弱 因為0.1也不足夠 即是有一個消減效應 市場開始消化了 即是如果看探人民幣 可能你最保守一點 0.1 即是在高位降落 0.1 開始去做 即是買入美元 人民幣 即是USD CNH 都會是一個 挺直撥 我自己覺得 因為始終的大趨勢 美元對人民幣都是升 即是人民幣 都是轉弱的大趨勢 只不過中間有些維穩的動作 希望不要一面到急跌 這樣解釋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維穩空間 我想恆子最近都很受人民幣匯率影響 好 最後 讓大家看看 爸爸 今天其實 叫做輕微 即是中午修 輕微 跌穿了 這個上升軌 人事的變動 我自己 覺得 未必是壞事 只不過是說 從技術上來說 爸爸是跌穿了 亦都 我不是想去猜爸爸 我只不過是用這個 來作為 其實恆子 主要我們之前看科技故 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科技 科技其實 其實 好過恆子一點點 叫做穩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從大型的科技 不過大型的科技股 例如 之前的ATM 這些 或者加上J ATM J 這些來計算 叫做巴巴都失守 上升軌 而且裂口這樣跌下來 情況就差一點 如果你說巴巴 可以這樣說 都幾大機會 巴巴會繼續回落 也都帶動恆子 始終都是弱勢主導 大家要留意 好 希望可以繼續抽時間 和大家分析事況 整理資料都需要花費精力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片 給多些支持和鼓勵 有什麼疑問或者建議 可以在下面留言 相信最近應該都幫到大家 今天就這麼多 多謝 拜拜